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泰勒公式 上个视频我们讲解了密集数的部分 介绍了如何利用密集数的既有性 多像是不断逼近光滑函数 但对于细数、余像都没有交代 本期视频就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首先来介绍一下思路 还是先将泰勒公式展开 因为系数是我们要求的 是未知的 所以用A0、A1、A2、AN来表示 这样我们要求的就是 A0、A1、A2、AN以及RNX 我们将根据多像是不断逼近光滑函数的思想 对RNX做出假设 再根据假设来推导出各个系数的值 下面来讲述细节 为了叙述方便 我们将RNX用DN来表示 首先建立坐标系 画出函数FX 展开点为X0 0次展开为一条横着的直线 此时余像为D0 1次展开为一条斜着的直线 此时余像为D1 多像是二次展开后 为一条曲线 此时余像为D2 如此反复 N次展开后的余像为DN 可以看到 随着展开次数的增加 余像在不断缩小 也就是D0大于D1 大于D2 一直大于DN 下面我们根据这个规律 把余像用数学符号表示出来 还是从0次展开开始 将展开点附近 某个范围的半径 用ΔX表示 可以看到 ΔX不断缩小时 D0也在不断的缩小 由此可以假设 D0是关于ΔX的无穷小 用αΔX表示 一次展开后 多像是为一条斜着的直线 根据D1小于无穷小 可以假设D1为ΔX的高阶无穷小 这样的假设 也使得后两项 恰为αΔX的展开 二次展开后 多像是为曲线 根据D2小于高阶无穷小 可以假设D2为ΔX平方的高阶无穷小 这样的假设 也使得后两项恰为OΔX的展开 关于这部分的代数推导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查看我们的文字版 如此反复 可以假设 N次展开后的余项 为ΔX的N次方的高阶无穷小 这样我们就展示出了余项 下面就根据这样的余项 求解多像式的系数 首先用X-X0将ΔX进行替换 然后看第一行 根据极限运算法则 可以求出A0为FX0 接着看第二行 根据极限运算法则 以及导数的定义 可以得到A1为F2PX0 再看第三行 根据极限运算法则 导数定义 以及洛比达法则 可以得到A2为2分之F2PX0 到了DN行 就是反复使用极限 导数以及洛比达法则 就能得到AN的值 关于这部分的详细证明 同样请同学们查看我们的文字版 这样我们就完整推道出了所有系数 整理一下 这就是泰勒公式 更多更易懂的数学知识 请关注公众号 马同学图解数学 或访问3w.mat同学.com